基本上就是先把它拉過來一個 不過呢它會出現像這樣Label1 那你就把名稱改一下 在caption屬性把它改成姓名 Enter一下 上面改姓名 不過呢它的那個姿態小怎麼辦 這個你可以透過屬性裡面 它的字大小是由這個font 這邊有一個旁邊還有一個小小的按鈕按下去 把這個字稍微放大一下 大概14號字好了 你看一下14差不多左右 然後再來就是說它的框框不要太大 顏色的話呢你可以用那個4 color 前景顏色 比如說改一個藍色的字好了 OK藍色字 那底色如果你要改的話你可以back color 你可以改了 不過這地方的話你可以自己去決定 back color看你要什麼顏色 那你做好一個之後的話 我建議啦 你可以不需要說每個都在拉 因為這太花時間 像我的做法這樣 我做好一個之後的話 我會把它拉下 然後按卡抽鍵 複製有沒有 一個 就是先做一個樣板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複製五個 這樣不是都長一樣嗎 如果你可能你的手 也許沒有那麼穩 會東倒西歪的話也沒有關係 你可以怎麼樣呢 選他們這五個之後 第一個選到的就是主控項 以它為準 上面有個格式 對齊 主控項的什麼 左緣 有沒有 就有點像排頭為準 向左看齊 有沒有 OK 好 有沒有 向左 再來的話呢 高度不移怎麼辦 格式 裡面有什麼 垂直間距 相等 有沒有 不就全部都一樣嗎 利用這樣的方式 可以把它拉 裡面的 把caption 把它改一下 這樣六個就改完了 第一個 我們這個表單的 左邊的部分就完成了 再來右邊的部分的話 因為我在雲端上有那個完成的畫面 也再拉一個 一樣 然後兩個 三 好像是 這個也是往下拉一個 Ctrl按住 記得是Ctrl鍵按住 再用拖拉的 它會複製 一個 兩 這個就是複製這四個 底下 這一個的話呢 是利用Comfortbox 把它加進來 那這個新增的話呢 是利用什麼 利用這個 叫command button 這個command button 可能就是將來按下它之後的話 會產生 一個動作 我們可以去執行什麼樣的事情 OK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好了 這個表單的 這個初體驗 先試試看好了 因為利用這個表單呢 我們可以做出 如何跟使用者之間 做一個溝通的橋樑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將來呢 希望避免掉輸入時候的錯誤的話 還有就是說呢 可以讓使用者輸入完資料 可以把資料 自動幫你存在 eSale裡面 把eSale當資料庫 那你可以利用那個表單的功能 OK 先試試看好了 我們等一下再來 來看後面還有那個 怎麼樣利用那個 表單 把那個表單的資料呢 再把它儲存起來 OK 試一下 好 嘿 嘿